今天我免费我无偿赠送老百姓 的某一个产品 你认为说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广告行为的话 我们也很看到说很多寺庙 就是大开扇门 然后就是郑州 郑饭 然后这些东西它算不算是一个 这种赠送行为 它算不算是一个 所谓的广告行为呢 就是我们在卫广法里面的 对于这个所谓的节目与广告 它没有明显区分 它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 最值得争议的事情是 NCC每次要罚这一个电视台 就是说你节目跟广告 没有明显区分 它就是召开一个 节目广告的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 然后里面的一些学者专家 可能里面只有一个或两个 是有曾经是新闻实务 工作经验的人 其他大部分都不是 然后大家一起决定 决定之后说罚就罚 或者说不罚就不罚 我曾经跟NCC提出抗议 就是说我们新闻媒体 是被裁罚被讨论的当事人 你至少要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到现场去答辩 那如果说当时的专家委员 对于这个新闻节目 他有任何问题或者质疑的话 他可以现场问电视台的代表 电视台代表可以说明 说明之后他们再决定说 这是不是有构成违法 是不是要裁罚 可是NCC从来不会让电台 有任何去现场答辩 说明的机会 非常 那所以如果没有说明 没有答辩的机会 那我们被罚的时候 基本上就被罚 罚问之后怎么办呢 其实NCC的讲法就是你不服 你就去宿院啊 你不服你就去行政诉讼啊 反正司法有救济的管道嘛 你被救济之后 然后如果说我们的裁罚部队 因为法院会还你清白啊 可是在我们来讲 那个不是法院还不还清白的问题 重点是如果这是一个不当 或者是违法的裁罚 它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 而且如果说这个裁罚与否 它主管机关的决定权 它认定的标准 是可以那么样子无限宽广 就像我刚说的 你不过台铁卖便当 没有事情 你不过钱贵卖便当 他说你是节目广告化 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标准 会构成节目广告化 什么样的标准 不会构成节目广告化 完完全全是NC机主管机关说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对于所有的电视媒体来讲 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他不知道说主管机关 今天认定违法与否的 认定标准在哪里 我觉得理由是非常牵强的 一个地方是在于说 到底要怎么样认定广告 我想不管是在法律条文上 或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 大概会对广告有一个 大概的普遍的社会共识 就是说你广告当然是为了 商业的活动 简单讲就是为了促销 或者是宣传一个商品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物品 本身并不是要来作为 商业的用品 不是进行商业的一个销售 那他就不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商品 那这样的说法好像只是一般的民众的说法 但是为了这个事情 我又去查了相关商品的一个主管机关 我们一般商业活动大概就是由我们经济部 经济部底下有一个叫商业师 就是主管我们各种商业的法令的一个解释 那这个商业师曾经在民国103年的时候 他要去解释 就解释说什么叫做商品 那什么叫做正品 那过去有一些商品 他会有附带一些正品 比如说买一送一 那买一送一里面的这个一的部分 正品的部分有时候是买大送小 所以这个正品的部分 他算不算商品 那要不要符合所谓的商品标示法 那这个商业师就是经济部的商业师 他有一个规定 如果你是买A送B 那这个A跟B本身都算是商品的一部分 那全部都要符合商品标示法 但是如果是单纯赠送呢 因为商业师他本身在103年8月4号的时候 他有说如果是纯粹赠予的赠品 就是指没有买卖行为的赠品 那就跟商品是没有关系 那就不是商品 那其实我们台北市也有一个商业管理的单位 这是我们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商业处理 那他就有提到了 如果你这个商品本身是没有进入流通市场 进行贩卖的话 是不适用商品标示法 那如果说是纯粹的赠予 也不是商业的交易行为 那甚至有一个法院的判决也认同说 如果你这个东西本身并不是作为一个买卖的部分 即使你买到的是一个仿冒品 那你这个仿冒品在外观上也看不出来是很明显的仿冒 那你不小心买了之后 你并不是拿去做贩售 而不是做一个商品上面来使用 那这样也没有商标法触犯的部分 那再回来刚刚提到的这个案子 当然就是在防疫期间 那我们赠送的有关于这个水神里面的 作为这个环境消毒或者是手消毒 因为当时候有一些防疫物资 包括酒精可能都没有办法非常顺畅买到这样的情况 那我觉得在整个这个不管是就网店的一个管理 或者是商品的管理都是属于行政机关 那行政机关就应该按照行政程序法的一个规定 那行政程序法的规定里面 当然这是对于一些规定模糊不清的部分 应该要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方式去做财除 这个案子里面我觉得是对水神来讲是相当不公平 中天新闻在播有关于水神的这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属于广告 是不是有涉及到节目就是它新闻的报导 跟广告没有明显的区分 这个东西必须要先去探讨一下 那什么东西叫广告呢 根据卫星广播电视法的一个定义 所谓的广告是说为事业啦为机关 为团体或个人去行销 或者宣传商品观念服务形象 所播送的影像声音及相关文字 所以广告这个定义呢 在卫星广播电视法里面它是很抽象的 我以前在TVBS服务的时候呢 TVBS也曾经被裁罚过一次 也就是说它的新闻跟广告没有明显区分 那个时候是为什么被裁罚呢 TVBS播了一个新闻说 台湾最大的KTV店就是钱贵 他开始卖便当了 因为他以前是可能都是用自助餐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就是 大家觉得自助餐很贵 所以他开始要走比较便宜的平价化 他就开始卖便当了 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说KTVB里面卖便当 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报导了这个新闻 我们没有特别讲说它是钱贵 结果后来NCC说 就是节目跟广告没有明显区分 然后就罚了TVBS 我那个时候后来跟NCC聚与力争 我说台铁卖便当 大家都在报这个新闻 没有人说这个东西叫做 节目广告化 新闻广告化 为什么钱贵卖便当 你就说它叫做节目广告化 钱贵卖便当跟台铁卖便当 有什么差别 我说大家每一年都会报导 苹果手机的上市新机的发表会 他就独厚一家 完完全全就是讲苹果 讲Apple 可是没有看过任何一家电视台 在报导苹果的新产品上市的时候 被它说是节目广告化 那如果我今天报导的是三星 报导的是华为 报导的是HTC 你NCC可能就来罚我了 那你NCC的标准在哪